让你觉得最近老是没有胃口 那么多半是体内营养缺失 现在这样一份馋嘴蛙 它能补充你身体不必要的多余元素 还能助你每天一切千里 并且成功加入钢肠科群疗 成为典型病例造福人类 顺利的话还能得到一张死亡证明 众所周知 越南有着众多父子天团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向天堂做的双向奔赴 每天去尝试不同品种的病菌 得不一样的病 让身体逐渐产生免疫 避免提前变异 在云云众生中 总有一些着急上路的人 所以他们会选择饱腹感极强的蛙 物竞天则逝者生存 要生存多久 就看怎么去违背自然法则 今天的蛙不是一般的蛙 它是黄泉路一日游的路场券 该有的清洗不一定有用 但过程必须走一个 看似浑浊有余 清澈不足的水 实则是极为干净的浑水 在清洗的程度中已达到干净 找一处风水宝地 体验别人为自己挖坑的奇妙感觉 这个不能埋人的坑 被架起了一口多功能铁锅 早上还是洗脚盆 下午就成了一口锅 加入相对占比合适的佐料提香 顾名思义绿色代表健康 但总会给人一种错觉 一种大限将至的奇妙错觉 有的食物吃了能让人回味无穷 有的食物吃了则让人无力回天 显然今天的食材还不足以让人一步登天 但想要成功入住三甲医院 可能并非什么难的事 此时的蛙又不是一般的蛙 是一只只健美身材极好的蛙 但不一会儿就呈现出了聚众斗殴后的景象 统统在里面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包去内脏 其实这就是他的灵魂所在 能体验不一样的爆僵口感 以超乎寻常的方式顺利入院 顺其自然还能长期使用ICU升降床的使用权 很快一份西天套餐就准备出过 他能为父死天团先入院保驾护航 一口汤炫下去 瞬间缩短了小哥在阳间的美好时光 小哥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截足先登 一口下去的整个腕 让钢肠科医生都得加班 小哥也是个明白人 为了避免在ICU独守空房 他让生死与共的伙伴都不要客气 最终今天这场同归于尽高级盛宴 在这里差不多就告一段落 相信用不了多久 一张死亡证明就得顺利得到